麥少嘉輝說的局長是說他的業界 不是我的業界 我的業界接觸很多人客 亦都用的員工 相信比他多 所以亦都有近距離 和可能很長時間 所以亦都有一些是打不到浸 我不是說擔心有這個免費檢測 那些人就不去打浸 我都未必完全掛勾 所以我最早就叫你 不要只是給的士司機 要給我們飲食業 其實業界是高興 見到你這個措施的 我想說回另一件事 就剛才好像梁美芬都說了 上個星期教育局長來 老實說我們大部分的同事 在教育事務委員會 都很大意見 那些老師可以不打針 尤其是我說幼稚園和小學 現在的中學生都有一些打到的年紀 那其實老師 什麼理由去不打針呢 我就覺得教育局 如果他問我 我說你不用我立法了 陳局長都很兇 五九九加起來 就把你們的先生女 有什麼問題 就全部打針 我覺得先生不打針 經常對著學生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 我希望局長你都重新檢視我 我不覺得說 教育局局長沒有意見 不多說 工會大了嗎 是不是 這個不是 大佬 你沒有可能 錢、糧要出足 就整天都說 好啊 我不打針 然後我家裏做Zoom 不用上班 我不覺得這一個對學生 整體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希望局長你都放些時間 在這個教育 看看特別是那些老師 我覺得 幼稚園和小學 不只是老師 教職員 全部都應該要 強制要打針 如果真的他們的身體不能打針 我上個星期都跟教育局局長說了 他好像後來的回應都正面 就叫他一個星期做兩次檢測 星期一上學之前 麻煩叫他星期日做一下 然後呢 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又做一下 早上做 起碼你都知道 有事情爆發 你就不要說不讓他選擇 叫他做檢測 給不給錢 我覺得還是第二回事 教師太多工資 你叫他給錢不給錢都沒有什麼分別 但始終我覺得這個他是有責任 要去確保自己不是一個帶菌者 回去見到那麼多學生去教書 所以我希望你去跟進 我業界那些局長 都日見到你又說 夜見到你 我想你有時發惡夢 都聽到我一種 喵喵喵喵喵喵 不過我都真的很希望你去考慮一下我們的B類的食肆 那個四個人 現在我們已經穩定了疫情那麼久 可不可以放寬到六個人呢 還有那個晚上的營業時間 可不可以十點去十二點呢 當然你會覺得 喂 C餐 那你就又延長些C餐 即是你延長 你給鬆些B餐 你C餐又給鬆些 那大家 無論誰在B餐 C餐 D餐都開心些 那我都希望你真的去想想 尤其是那個疫情 現在是受控 當然不是的時間 你當然有另類想法 還有我想問你 D餐和我們的表列處所 可不可以 現在仍然有困難 生意不多 因為要所有食客打了針有困難 你可不可以都想 像我們的D餐那樣 給三分二的人客 打了針 一台四個 那怎樣除三分二呢 那你就當它要有三個可以打針 即是不少過三分二 那可不可以考慮 讓表列行業 又可以多一點機會生存呢 局長要快回答 好 主席 第一 教育方面 其實我們和教育局 都很密切聯絡 正如我重申 對我們來說 所有人都要打針 各行各業都是需要 尤其是 一些面對很多人 即是他的工作 要面對很多人 更加需要保護自己 保護他人 第二 關於一些處所那裏 其實現在我們 在行政長官的 四月所宣布的抗疫新路向 其實都一定要以疫苗氣泡為基礎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 不是單一兩個行業 是要全城啟動 所以如果所有的東西 都是多些用一個 疫苗氣泡的方法 我們到了社會 當我們達到七成的疫苗接種率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生活上 或者是剛才張議員所說的 處所和食肆 都可以更有條件放寬 多謝主席